去跳茶舞 那時候很流行茶舞 應該是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跳得很厲害 跳得很厲害 有些男生 特意把照片寄去聖羅傘給我 今集我們說說Sister Margaret 小時候是怎樣的 因為以我認識的Sister 跟有些人看的Sister是不同的 而且Sister曾經多次聲稱過 她其實小時候是比我們還蠻 而且她的人是很聰明的 雖然見到她是校長 我們小時候見到她是校長 只是校長走來走去 其實你小時候有多活躍? 又或者有沒有試過蠻? 我不喜歡讀書 小時候是… 你不喜歡讀書 但你又很好學 還有讀書 我… 我以前也不覺得我這麼好學 我真的很好學 不過我不是很喜歡說話 因為我哥哥很活躍 他真的有一群小孩跟著他 他是主持人 我跟著他 譬如有人說 彭心芬 他去哪裡? 這樣就結束了 我就結束了 我很少說話 我也不喜歡說話 但是我哥哥是社會 社會的 但是我哥哥是社會的 整群小孩跟著他 他也不喜歡讀書 但是呢 他的play 是 100分 是 但其次呢 就是… 不好 不好 我呢 我也不喜歡讀書 為什麼會喜歡讀書呢 後來 我之後找不到學校 我在大陸出來的時候 找不到學校 後來有個主教 漢口的主教 介紹了我去澳門 所以我就去了澳門 那時候你來香港的時候 有多少歲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呢 我爺爺爺爺爺 就在香港 我媽媽的外家 就是上海 我爸爸 就在漢口做事 漢口當時就叫漢口 不是叫武漢 現在呢 漢洋武昌和漢口 就成為一個城市 就叫武漢 是 那我當時就是 我在漢口出生 那整天呢 就是那些三個地方 就是在頭部轉的 是 所以你問我 幾時候下來呢 我也很難告訴你 因為我經常都從頭部轉 所以你不是太清楚 是 是 那你到澳門的時候 是在哪個班級 到時候 那個時 差不多小學的時候 小學 當時滿江洪 當時因為沒有書讀 就覺得… 要讀書了 要讀書,就勤奮了 是這樣的 才勤奮? 對,才勤奮 你做一個登校學生 通常登校學生的學生 尤其是男生特別頑皮 頑皮一點,頑皮得日常學生 其實是嗎? 是的 是嗎? 我們是女校 是女校,澳門姓劉莎女校 當時我在這裡時 有很多外國人 因為… 是不是都是葡萄牙人? 不是,葡國人也有 西班牙也有 德國也有 總之很國際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很多外國人離開中國 周圍離開 那些家長 因為澳門有Bording School 所以就擺在那裡 所以我去到那時候 都沒有位置 因為是漢口主教介紹 所以才有位置 才有位置 都是托一個朋友的洪福 才能進入那間學校 那你講一下怎樣頑皮的呢? 其實是怎樣玩的呢? 其實是怎樣玩的呢? 現在你八十多歲才能夠說的 沒有人罰你了 我很喜歡跳舞 我喜歡那群人都是玩的人 跳舞 不同學校就去跳茶舞 那時候很流行茶舞 好的 你現在說應該是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 中午的時候 我們開聖誕派對 吃吃吃吃東西 這樣的時候 然後Sister就應該每個班房去巡 進來我們就突然間 當然不動了 校長進來 她就說 你們不玩的 我以前很喜歡跳牛仔舞 然後我們就覺得 Sister應該是說謊 隨便說些東西 她的樣子也不像是會跳舞的人 其實不是 是的 你喜歡跳舞 跳得很厲害 跳得很厲害 是不是? 有些男生 特地把照片給我寄虛星羅散 你知道這些最惡者 以前的信是要撐開來看才會給 以前沒有私隱 尤其是還要入逛學校 誰知道是什麼 那你會知道的 應該截了 後來Sister就跟我說 封信為何有個男生的照片 我說她貪得意 她說不是 那時候是很大件事 是 現在就說沒所謂 現在我想也很大件事 Sister如果你是校長 突然之間 有個男生 拿張照片給我們 我想你也覺得是大件事 那就是看為什麼 就要查 你覺得是大件事 我不知道 我想要查 如果我讀中學的時候 有個男生在學校門口等 那應該有機會試過 現在就很普遍 那你當校長的年代 那你當校長的年代 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如果有個男生 沒有,我沒試過 還沒 不是在學校長的年代 他們八、九十年代 他們八、九十年代 他們都去別處 都不會在學校門口 那你當校長的年代